下面也是一個重要的題型叫做 加水稀釋 百分之二十的硝酸甲容易300公克加水100公克 只有濃度多少 我將你的做法叫做 加水稀釋溶質不會變 糖水加水糖不會變 所以寫個等式 左邊的糖等於右邊的糖 試前的糖等於吸收的糖 所以溶質不會變我又寫等式 那怎麼算糖 今天講過了 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溶液質量成蠻溶液質量 所以我又寫等式 好 稀釋前300百分之二十 稀釋後有加水100 所以300加100 然後照濃度成S 然後又算出來 這就是我教你的做法 是我們之前問學生的時候 你們的補習班老師通常會用一個算兩遍的做法 算兩遍是帶回我們那個重量百分濃度的公式 現在呢是要百分之二十 然後呢有300克 不知道這個糖有幾公克 算出這個X 然後再做一次 現在呢有S克的糖 然後呢容易呢有300克再加100克 就會等於我要的Y 就是我愛就我愛Y 就把公式帶兩遍 它的內容其實也有一個就是什麼S一過去有沒有 也有一個說溶子的質量沒有變 也有這個觀念 只是寫法外觀上看起來不太一樣 但是核心的概念是一樣的 如果你喜歡算兩遍算的 你就算兩遍算的 沒有關係 你開心就好 你開心就好 都可以 OK 都可以 那請問您 百分之三十四百加水量 剛才講過了 第一個練習都會跟立體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其他都會一樣 我們現在要找可愛小女生嗎 隨便啊沒關係 反正輪流嘛 三號 二十吧 答案幾啦 二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我用教你的做法叫做糖不變 糖水加水糖不變 左邊糖等於右邊糖 糖的做法叫做容易質量成百分濃度 所以呢 寫個左邊 西式前 右邊 西式後 然後就認真算數學 答案就做出來了 這邊都省略掉那個百分之二的那個數學的要求 就自動把它變過來了 你就不要計較 你就不要計較 OK 好 那這是 倒過來 是要加水加多少 剛剛講過了 都是跟前面的想法一樣 只是位之數的位置不一樣 但是呢 基本的想法是相同的 基本相同的 請問你要加多少的水 才能夠從百分之二十五變成百分之十五 好 停車戰界問 要加瓦醉的水咧 現在要換小帥哥的是嗎 有小帥哥嗎 小帥哥 三四 三四沒有來 這裡快沒有簽耶 二六 二十六 四十克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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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四十就四十吧 誰怕誰啊 好一樣 西四前跟西四後糖沒有變 糖要做完要做容易質量成百分濃度 然後呢就血算式 不一樣的地方是剛才要 他剛才是知道加水加多少不知道後面的濃度 現在是知道後面濃度不知道前面加水加多少 只是位之數的位置不一樣 其他處理通通都完全一樣 然後就認真算數學 努力算數學 好像很困難有小事的程度 算出來叫做四十克 所以答案就是四十克 這就是所謂的加水稀釋的提醒 OK